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我们这个短的这个影片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继续的做这种伪开箱 那么来看一看我去年啊 在去年入手的这样的一只腕表啊 其实这只腕表呢对于我来讲呢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意义吧 也是我当时一直想要找的这么一只的腕表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只腕表 那这个品牌呢大家看到这儿呢 应该已经就都知道了是这个奥特曼斯PG 也就是这个AP的一只腕表 那么这个品牌呢其实在我这个车上 或者是在以前的这个短的影片里面经常来的朋友们呢 都知道其实我对AP这个品牌呢不是特别的感冒 那么旗下呢当然现在最主力的款式 也就是大家可能觉得AP只有这个东西了 就是这个Roy Oak 那么Roy Oak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这种普通的这种Roy Oak 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表带啊 设计材料用料都非常的好 然后经典的这个八九型的设计 一体同时里边的YYDS啊 那么除了这个 但是呢这只腕表呢是个所谓的运动表 但是呢又不是很耐操 那么想要耐操一点呢 就要这个Roy Oak的这个Offshore 当然它也有什么计时码表 也有这种普通三振的这种潜水表 那我觉得又离这个Roy Oak这种 本身这种精髓呢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 再加上这个品牌呢 现在目前以现在这个市场 这种感觉来讲呢 可能这个腕表炒作的这种性质呢 多于这个腕表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啊 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品牌 不是特别感冒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我们说到这个耐操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上面来讲 那毕竟Roy Oak 像Automars Piguet AP啊 或者是百达菲利的这些鹦鹉罗啊 首雷啊 或者是僵尸单顿的Overseas啊 毕竟这些Holy Trinity的这些腕表呢 他们即便是做运动表 也都是以这种奢侈奢华啊 为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啊 来做的啊 这个出发点在这里啊 那么不像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这种工具表啊 比如说我们就简单说牢 虽然说牢 你要是跟他们这种Holy Trinity 就是这些腕表 这些运动表比的话 比耐操 比这些精准什么的 那没得比 牢肯定是YYDS 但是牢呢 它是以一个工具表为最主要出身目的 而去做的啊 它并不是以这种奢侈奢华这种角度来出发 当然现在牢呢 可能也有一定的变化了啊 也往这种奢侈这些方面来走了 但是它的这个出发点还是保留了一些 它这种工具啊 这种出身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吧 所以说这个Holy Trinity这些游戏这个AP啊 所谓的这个Roy Oak这个运动表 又不是很耐操 当然了带这些腕表的人 可能也真的不是用它来操的 那么Roy Oak呢 呃本身呢也不是特别准 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小问题 然后呢 虽然说就是样子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吧 但是呢 我个人本身呢 不是特别感冒 这个Otomers PK这样这样一个腕表 但是我还是呢 想要去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想要去感受感受 那么其实我这个地方呢 最主要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 Roy Oak啊 这种这种东西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AP现在只有这个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说 AP能够成为今天的AP 能够在以前进入到Holy Trinity 能够被大家所认知 这么啊 在这个地位这么高 它不只单单的是从1970年的这个Roy Oak 才开始的 它之前有过很多很多高端的 这种工艺非常好的 甚至非常复杂的腕表的基金 或者是超薄的这个基金 它在这个腕表的这个造诣上面 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 如果单纯的是靠Roy Oak这种东西 是不可能能够达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的 所以说呢 我呢 还是想要看看AP的话呢 我还是想要看看以前 那么有没有机会能拿到买到一些 稍微有点意思 有点特点 有点有点不一样的AP吧 那么也就是到了这一支的腕表 那么这一支腕表呢 其实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也就是这支腕表呢 其实是我的birthyear watch 是1986年啊 这个生产的啊 出来的出厂的这样的一个腕表 算是我的出生年的这样的一个腕表 呃 那这支腕表呢 也是基本上是已经古董腕表了 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表壳 然后呢 整个呢 两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也不是这个特别的这个 呃 受大众欢迎吧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啊 买这样的腕表 可能想买一个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腕表呢 呃 其实这种简单的美呢 这种纯的正装腕表呢 也有它的这种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点 而且这种腕表非常吸引我 那么它的这个表呢 其实这支腕表最吸引我的一点 为什么我当时想要买这支腕表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这个表尔 这个Lug 我以前呢 觉得可能只有僵尸单顿 或者是比如像JLC姐姐啊 或者是呃 百达斐利 甚至我都看到过一些 比如说水滴性的表尔啊 或者是一些这么其他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表尔啊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呢 可能那段时间很多的表场都在以这种方式啊 进行生产不同的这种表尔 那当然了玩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僵尸单顿了 呃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AP 居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水滴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表尔 当时我觉得嗯 这种AP可能是最能够吸引我的 然后这种AP呢 可能是嗯 我觉得最对我来说最有点特色的 而且呢 还是我的出生年的这样的一个万表啊 所以说当时呢 还是买了这一支的万表 那这支的万表呢 其实是33毫米的啊 大家可能这么一想 觉得33毫米很小啊 这个表的这个表径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说啊 这个表尔呢 其实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一个作用 尤其是在这个表径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表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有的时候是那种elangated的那种啊 家常的表尔 有的时候像这种水滴表尔 甚至像僵尸单顿有那种啊 比如说像这种牛角表尔啊 螃蟹腿表尔啊 或者是一些啊 非常嗯 有意思的这种表尔的这种设计吧 也都能够一定程度 或者像宝鸡那种就是伸长那种表尔吧 都能够给这个万表呢 其实在这个大小的这个表径上面 给予一定的帮助啊 其实我们这种成年人 尤其是成年男性朋友们 这个带整33的其实呢 如果能配搭到现在这个表尔 听上去啊 33对现在人来讲有点小了 但是呢 其实这种腕表呢 呃 配搭这个配搭这个表尔之后呢 这个腕表并不是很小 在这个手腕上 你看我一野哥 我都是带什么佩那海那种啊 44以上毫米的那种那种腕表啊 那么这个腕表33 我也在我的这个腕子上 也没有觉得很小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只腕表其实是一个古董表 那么在以前来讲啊 33毫米 基本就不能算是小表了啊 尤其是这种正装腕表 都不能算是这个小表了 所以说呢 这个腕表呢 其实呢 是这个非常的这个 有特色 有意思的一个一个腕表吧 那么这个呢 是我对这个腕表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看法 那么还有呢 这个面盘呢 是一个呃 那种米白色 米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面盘啊 所以说看上去比较的优雅啊 比较的有意思 那么手动上链的这样的一个机心啊 来来讲 对于这样的一个腕表来讲呢 呃 也是比较合适的啊 那我我也有这个僵尸单顿之后 我会给大家介绍我的这个 patchmoney 40毫米的僵尸单顿的 现在的量产款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也是两真的 那么 这个我觉得呢 用手动机心来讲呢 也是 也是非常的这个适合的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吧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说两句 这个腕表的 呃 也就是这个腕表的机心啊 这个机心呢 并不是 AP自己的机心 那么 其实在上个世纪啊 呃 做这种 这种 dress watch 就是这种正装的腕表 在不管是AP啊 Vashon啊 其实他们都用了很多很多的别的家的机心 比如说像姐姐啊 这只乐扣 呃 他们的这个机心 或者是这个 呃 Fedric Piguet 呃 这种机心啊 呃 那么其实Vashon Constantin呢 呃 用姐姐的可能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AP呢 其实两个都用 但是呢 这一只的腕表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机心呢 是2080的 这个机心 也就是呃 Fedric Piguet的啊 这样的一个机心了 并不是这个AP自己的 那么其实在上个世纪 AP还有Vashon呢 他们比如说用姐姐的机心 这个他们用这个超薄的这个机心啊 Vashon叫做1003啊 那么Ordemars Piguet的叫2003 非常经典的 195几年 他们用这个姐姐的机心 那么姐姐啊 之所以被大家叫这个Washmakers Watchmaker嘛 呃 那他以前也是给这些 呃 更高端的啊 这种啊 这种制表的这些企业呢 提供一些腕表的这个机心了 那么这只腕表呢 呃 这个Fedric Piguet呢 这个机心也算是个 还不错的一个机心 也是比较稳定 精准度也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这只腕表呢 也是不透备 所以说后边的你也什么都看不见 那么以前的这种上个世纪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简单的这种DressWare 这种正装腕表 可能很多都不是透备的 那么后面呢 也是这种黄金的啊 这种表刻18K金 所以说嗯 如果有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刻一些东西 但是呃 如果不想刻的话呢 呃 这个其实不透备的机心 你也能得到更多的金子吧 自己自自自我安慰吧 好吧 那么其实这些呢 就是今天的这期的这个短视频的 啊 一些的这个 我对这只腕表的看法了 那么这只腕表呢 呃 有造型啊 这个造型呢 还不错吧 尤其是这个表尔啊 这个表尔的这种水滴状的这个表尔啊 再加上这种圆形的这样的一个 表的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表刻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挺挺优雅挺美的 然后也挺特别 大小也比较合适 如果做单纯的这种正装佩戴啊 那么现在你如果休闲佩戴的话 那可能是稍微差点意思 但是如果是正装正装的话 其实这只腕表并不小 那么戴在我野哥的手腕上都不小 那么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讲也不是很小 呃 那么这只腕表呢 呃 其实走时来讲也还OK 然后整体佩戴下来也耐操度也还是可以 两针也不会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上链什么的啊 也都挺好上链的 大概三四十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储能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上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 呃 腕表集心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吧 呃 那么总体来讲的这只腕表 而且呢还是我的这个birth year这个出生年的这样的一个腕表 所以说这只腕表我个人感觉还是 还是不错啊 可以玩一玩 如果有兴趣在这个市场上去找 呃 不同的表耳的设计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僵尸单顿在这上面可能会 呃 比较的这个多一点 其实上个世界百达斐力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造型表耳都有啊 呃 就算就像比如说水滴状的这样的一个表耳 其实百达斐力 僵尸单顿 这个姐姐 还有ap 其实他们都有 呃 对啊 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所以说 如果有兴趣玩一玩古董万表 看一下古董万表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接触接触啊 尝试呢 去寻找寻找啊 其实呢 挺有意思的 好吧 玩表呢 呃 只要是真爱的话呢 还是能玩出来的 虽然都是被割啊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是这样了啊 下一期短视频再见 再见